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给予的喜乐 有一篇小文章说到 有一名穿着整齐漂亮的年轻人 他开着他的新车到街道上兜兜风 在街上他看到一个小男孩 正在他闪亮的新车旁边走来走去 满脸羡慕的神情 小男孩抬起头问他说 先生这是你的车吗 年轻人回答说 是的 这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小男孩不可自信地说 这是你哥哥送给你的 而你不用花一毛钱 年轻人点了点头 接着小男孩兴奋地说 哇 我希望我也可以 这位年轻人原本以为 这个小男孩会说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哥哥 能够送我一辆车 但这小男孩却说的是 我希望自己能当这样的哥哥 送给弟弟一辆车 这位年轻人听到感动之语 便邀约他上车一起去兜风 没多久 小男孩突然说 先生 能不能麻烦你把车开到我家门口呢 年轻人微微笑 他理解 小男孩可能想在其他的小朋友面前 显得很神奇 到家门时 小男孩跳下车进了屋内 不一会儿他出来 并且带着一个显男 是他弟弟的小男孩 很明显的 他弟弟因为患有小儿麻痹 而驳着一只脚 小男孩指着这辆车子 对他弟弟说 看见了吗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漂亮吧 这是他哥哥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他不用花一毛钱哦 将来有一天 我也要送你一部 跟这辆一模一样的车子 这样 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兜风 亲眼看到 我一直跟你说的 橱窗里那些 好好看的圣诞礼物了 故事的最后 这位年轻人 红着眼眶地走下车子 将小弟弟抱到车子前排座位上 于是三个人 开始了一次 令人难忘的假日之旅 这时候 年轻人明白了一个道理 诗比寿更为有福 给予真的比接受更令人快乐 长期在印度 孤儿院侍奉的德瑞莎修女 她也是一个给予的人 不仅对这些贫困 无价的孩子付出爱 照顾关怀 她更是奉献了她的一生 有一回 她知道附近有一户人家 母亲和八个孩子 已经饿了好几天 家里所有可吃的全吃完了 可以卖的也全卖光了 德瑞莎修女就赶紧张罗食物 带去给那个妈妈 她看着这位妈妈 把面包分给八个 饿得瘦爸爸的小孩 然后留下一小份给自己 接着把其他的食物 用一块方巾包好 提在手上走出家门 过了一会儿 那个妈妈回家了 手上空无一物 德瑞莎修女好奇地问她说 你去哪里了 这位妈妈只简单地回答说 他们也饿了 这位母亲分享的举动 再次激励感动了德瑞莎修女 让她看见 只要有爱 即使自己溃把 仍然可以有给予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 无论是故事中的年轻人 或是德瑞莎修女 遇见的这位母亲 她们都是从接受帮助 到可以给予及帮助别人 她们都真实地体会给予 比接受更令人快乐的滋味 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师比受更为有福 祝福你 在生活上的大小事上 也能够常常经历给予的喜乐 而上帝将在隐秘处 生给你 让你越给予越富足 圣经上说 师比受更为有福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